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通是我们心在那边画的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心在找的 佛法强调心 不是忽略物质外在环境世界的重要性 不是 而是抓到最重要 好像提纲切领 而一件事情你抓到核心 抓到核心 这件事情你才可以做得好 大圣佛教以制度度它为本 制度度它以六波罗蜜为本 六波罗蜜又以波罗蜜为本 而波罗蜜又以金刚经为本 我们用这个图画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圣佛法以制度度它的六度为本 而六度之中以波罗蜜为核心 而波罗蜜又以金刚波罗蜜为核心 为什么玄奸大师翻译的 大波罗蜜多经当中最重要的一部经 叫做能断金刚波罗蜜多经呢 因为在大波罗蜜多经里头 第四天也就是道立天的天主 我们讲天神 道立天的天神的领导 就问舍利佛 我想要学波罗蜜多密 我要怎么学 舍利佛就回答第四天说 你应该去学虚菩提波罗蜜 因为在波罗蜜经里头 有第四天波罗蜜 有须菩提波罗蜜 有舍利佛波罗蜜 有文殊波罗蜜 甚至于还有弥勒菩萨波罗 但是舍利佛 他就回答第四天的问题 你如果要学习波罗蜜多密呢 你就要学习须菩提的波罗蜜 而须菩提的波罗蜜 具体而为 浓缩起来 就是金刚经 因而我们可以说 金刚经就是波罗蜜 波罗蜜多经的核心 波罗蜜多经就是大圣佛法的核心 因为波罗蜜 它是六波罗蜜的核心 而大圣佛法 就是整个佛法的核心 我们把金刚经在用这个图 很简单的表达 金刚经的一开始 是讲的 发心 发阿诺多路撒谬三部的心 志气要大 我们的ambition 一定要做事件第一等人 做事情 就是要做到尽善尽美 一直上进 一直进步 这个就是发心 可是发心 也要 助这个发心 不要让这个发心给退转 同时又不可以产生傲慢心 也要降服这个发心 那紧接着就开始讲第一一空 也就是所谓的三甲 第一空表现出来的就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无法相 无非法相 一切相 都要超越 不是说没有这些相 而是不要落于 一切的对待相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才是中到实相的智慧 如何去表达第一一空 第一一空并不是 好像一切都不存在 一切都是虚幻 不是的 是人我空 法我空 空一空 如果 把他浓缩起来 第一一空 他就是在讲二地 二地 所谓的地 是指我们的方便般若 也就是文字语言 一个好的老师 他会根据学生的根基 学生的天性 给予适当的教材 教法不一样 教材 教材不一样 佛他不是神 佛他是老师 他是世间第一等老师 所以佛呢 以二地来教导众生 一个是世俗地 一个是圣意地 要注意的 不是说圣意地就比 世俗地来得好 是平等的 是让听者 能够得到利益 这个最重要 如果一个听者 他能够从世俗地得到利益 佛就说世俗地 如果一个听者 能够从圣意地 第一一地得到利益 佛就说 第一一地 圣意地 什么是世俗地 圆起的一切法 都是世俗地 桌子是圆起 人是圆起 今天我们在线上学习金刚经 这个也是圆起 凡是有违法 凡是世间法 凡是有相对的 都是叫做世俗法 那佛利益众生 一定要弃基又弃离 众生的根基 如果能够从圆起法 得到利益 佛就讲圆起 这个就是阿含经里面 讲圆起 此有故比有 此生故比生 此无故比无 此昧故比昧 从时间上 从空间上来看 一切都是众 因 缘 这个就是现代科学的精神 一定是有因 一定有缘的 这个是缘起 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从缘起 得到利益的话 佛就讲缘起法 缘起法 讲缘起法的话 那对自己就有信心 因为我不是受制于我的身份八字 我不是被我的风水地理 祖先坟墓的风水地理所控制 我也不是被鬼神所控制 我也不是被别人 或者是被这个环境所控制 两年来的疫情 有很多的行业 一蹶不振 可是 有另外一些行业 却是突如其来的兴盛 航空业飞机载人 不能载旅客减少了 但是 这些客机都可以改成货机 因为很多很多的晶片必须输出 高科技的产品必须输出 不仅仅飞机如此 连航运业都是非常兴盛 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缘起 如果有人能够从圣意地 也就是出世间法来得到利益 佛就说圣意地 就说出世间法 什么是圣意地 什么是出世间法呢 简单讲起来 这是一切都在改变 这个叫做空性 一切的事物 没有独立的性质 没有不变的性质 没有自己可以做主的性质 因为一切都是缘起 所以一切都无自性 我们可以改变它 这个叫做圣意地跟世俗地 在《金刚经》里面提到 世俗地跟圣意地是平等的 也就是法和非法是平等的 法是指缘起的世俗 非法是指非缘起 也就是内盘解脱的无为境界 这是金刚经的精神 世俗地 圣意地 只不过是假名 假名是什么呢 中国三论中的创立者 吉障大师 他对假名的指示 就是说不取因相 如辱不动 不取因 因果的因 不取因相 取意思就是受 这个受 接受的受 什么叫受 我们的感官接触了境界 我们就领受了这个境界 金刚经叫我们的 就是不取因相 如辱不动 意思就是 当我们的感官跟境界相接触 有了觉受 有了认知以后 不要受影响 假名就是我们心中的概念活动 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 我们脑子里面你又想 这个叫桌子 这个叫电脑 这个叫张山 他叫女士 那些假名 因而 缘起 就是性空 不管缘起也好 性空也好 都只是我们的概念活动 一切万法 本质不生 不生故不灭 因而 就会提到所谓的八部 不生意不灭 不长意不断 这个是从时间的角度 不要执着于时间的任何一点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一意不意 不来意不出 这个是指空间 不要执着空间的某一点 也不要执着时间的某一个刹那的时间 如此表现出来 那就是实相 就是真实相 这个是最高的真理 而如何把它实践于人与人 人与世间 人与自然界的互动 金刚经就是用布施 忍辱 来做批语 来做例子的 金刚经一开始 就说 在其他的经典中 我们几乎没有看过类似的描述 没有这样子的描述 尤其在大圣经典里头 一开始 福一定是入三面 一定是有发光 这个是屁密 那种在三面之中 在定之中 以会来观察 听众的根基 可是在金刚经 并没有这些 我们一般人看起来 会把它当成神话的描述 而是跟这场生活一样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